其實是要跟各位分享的 不是說來上課的 各位 在分享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做一個請求 如果各位再去上電腦的聯繫 各位一定有一個信念就是說 就開始教一些步驟 然後找到最後覺得怎麼樣 各位其實 不管你是多高級的使用者 其實歡迎降低你們一般的老師 也就是說 當你們在學校裡面 你們有很多的老師跟你說 你不要講他不穿高級的 你不要講他不穿高級的 各位尤其在學校裡面 也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老師 或是說他對資訊能力不是那麼好的老師 你要強迫他使用一些東西 然後說來來來 你們不會用我教你們 然後開始 就是資訊人的思維 然後開始從操作方法 然後整個時間的聯繫方法 都是操作手課 變成口名化的操作小課 那如果我說 我這節我是想跟各位分享 如果今天你是面對一個一般的老師 你要怎麼樣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使用的 在各位的教學上面 好 那在開始跟各位分享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剛剛 鄭主任有提到一個意思 就是說 在輸入注印的時候 我們的注印二分都是到這樣邊 那我自己其實 我最早使用的是以天輸入 以天的鍵盤排列 各位應該有提過 就是說你在選擇鍵盤排列的時候 我們用標準的鍵盤排列 我在當中大學學員電腦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想說 那如果是我今天拿到一個是水破的鍵盤 像我現在我的鍵盤是上面沒有貼那些的 那我又不想去拿貼紙去貼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英文字母就可以直接打出來 那以天其實很早以前 以天的排列法就是這樣 二就是B U就是X 然後一二三四層就是打一二三四 就不用像 我就覺得它的注意排列很奇怪 為什麼二層是在六 六五的地方 讓你給標上去 那你也很簡單 一層二層三四層就是一二三四 各位可以參考 那接著我想先各位 誒我坐下來 Moodle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第一個我想 它是一個自由藍體 最近大家都在講自由藍體 那其實自由藍體 第一個是免錢 第二個就是它的使用 有任何限制 你要怎麼樣使用 所以 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有很多東西 尤其是 這是學校的 那個 副導師 變成我們專用 藝術高章的這個階段 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會希望去 找自由藍體 來買 那第二個 我們要講Moodle 我們會 保護你們的概念 就是它是一個CMS 那什麼叫CMS呢 那這個CMS 各位如果今天 有機會去那個Wiki上面看 你會發現它其實有兩個意思 那個C 問題比較多 C它有兩個層面 一個叫做Content Content就是內容 那一個叫做Course Course叫課程 那M就是Management跟System 也就是說 你不管是內容管理 或是課程管理 它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協助你在教學上面 你可以教學生 你可以讓學生自學 那等一下我讓各位可以看到 如何能夠透過這個來講 如何能夠透過這個來講 各位剛剛上一節的 我們把所有的教材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逐學企 逐學企 不買課本 那剛剛有一個老師問我說 那些熟悉堂彈 熟悉堂彈 熟悉堂彈 我們預計在四年之後 所有的課程不買 也就是說我們在新竹縣 那邊放課程 這個課程高 我們如果實際採到之後 一個學籍一個學籍 然後採上一個一個學籍一個學籍 溫水煮青蛙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一下子全部懂 這樣 正在教 那剛剛剛剛 剛好留意一下 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他說練習過很多次 其實學生回家可以自學 因為就是這樣在我們學校的網路上面 他可以自己點進去 他自己覺得上課不夠 他可以這樣去學 那第二個就是互動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互動 他跟面對面的互動是不一樣的 他是一個非豐富的互動 比如說老師可以上課程 學生可以上課程 我把它稱為是一種互動 第三個 Moodle 其實他大部分的人 都是自己架一個Moodle 的站 就像你站在學校的網路上面 可是呢 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站 可以啦 你可以去搜尋網路服務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台灣的Moodle 主要的主流 那就是我中文 你等一下會介紹 你可以在這邊申請一個帳號 你就可以在上面自己開課 你並不需要自己去駕帳 所以 各位你在把自己從資訊到什麼 駕到一個老師的時候 你先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接觸到一個職業 它其實是一個自由軟 可以幫助我在上課的時候 協助我在教學 協助學生課後給自學 而且我不一定要自己駕 就算要駕其實也很簡單 我等一下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教各位五個小時 就是要駕好一個Moodle的餐 而且你可以駕在水平底裡面 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接著 我們再來看一下 當你開始進入Moodle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想 那這個Moodle東西 為什麼要用它 我們知道說它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它 第一個好處我覺得它是 解決我們目前在選校合輸的時候 各位大概 如果沒有意外 一定每年在選校合輸的時候 你會有力量在拉鋸 一個人說 我們這個 這是一個廚商這一派 另外用我們這一派 然後最後折衷 三五用你的 四六用你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把教材數位化之後 我們其實也不用 再面對到廚商天道 你怎麼都不用我的課程 因為新竹裡面都有命令 我們策略品 我們都用這個 所以這是上面的政策 非我所能 非我所用 那這個東西 教材數位化 就是從我們 從新竹現在的 拿到的課程班 你只把空包抓下來 放到你的Moodle上面 你就可以使用 第二個 它的多樣性 其實我覺得是最好的 它裡面可以放的東西 待會我給各位看一下 它有一些 各位可以想看到 竟然我可以用這個東西 在我教學上面 這麼好笑 剛剛鄭主任在隔壁的教學示範 各位也看到 我們把這課程班抓下來 最基本它就有兩個很重要的成分 一個叫客人 它是一個PDF 我們就可以線上看客人 第二個就是線上資源 那些動畫 那些全部都是包在裡面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 再來就是師生的互動 各位可以看到剛剛的教學方式 那是同步的互動 老師可以馬上請學生看一段影片 中段暫停 繼續播放 學生練習老師可以看 這是同步的互動 課後 師生可以非同步的互動 老師指定作業 學生教作業 或是說學生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回饋 甚至你可以開一個討論區 然後再來就是容易使用 其實Moodle 平常提講我大概四年前 接觸Moodle的時候 那時候 男頭線應該是嘉賢老師 他推得最熊 可是我後來問嘉賢說 你們需要再用嗎 沒有 沒有 我那時候覺得Moodle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後來我深入了解 我發現其實Moodle 如果你只是要用你會用到的部分 其實並不難 那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就是 那個 我今天是打算用三個跟各位分享 一個叫平衡無斗孫 我們剛剛上課就是我們下了一個 平衡無斗孫在我們學校的首頁 另外 Moodle中文加油算 這是台灣Moodle的大本禮 各位聽到的一些聖人 像新努力啊 那些聖人 就是都在聖上 他們另外就是季男大型 這是我看來的 在雞蛋裏博士辦 我發現他們 已經把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你交作業 不管是你什麼東西 他們通常在網路上面 用不夠完成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平衡無斗孫 你們做什麼 各位 這個畫面不陌生 剛剛我們進了平衡無斗孫之後 我們現在上課 我們不希望 還沒有 就是我們希望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導入 目前我們只有抓三上的資訊課程 進來 三上的資訊課程 到現在月期 就會再過一個三下資訊課程 各位可以發現 讓它進去的時候 這個部分 如果你今天只是希望 我把它當電子課程 你就讓它很簡單 用法律身分的一個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有一些的互動 那就在這裡 我在這邊做了一個測試課程 好 這個測試課程 必須要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把它打一下 測試課程 你就可以指定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身分 例如說我可以指定同一個 例如說我們都是教英文的老師 每一個老師他都可以上去開課程 然後呢 我們可以指定學生一個帳號 他可以用哪個帳號登入 他用不同的身分登入 他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剛剛那是一個 以學生的身分登入 各位可以看到 他 一個 怎麼樣把你的課程放在上面 他有很多的不同的鋪層方式 最常用的就是依照日期的方式 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第四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他呈現的方式是怎樣 他可以在這邊 第四公布欄漾 老師可以在開學的第一週 告訴學生 這堂課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然後這裡 你也可以當作一個 類似教學守則 你在這上面可以寫一些東西 學生一進去就可以看到 第三個 我剛剛說 他的內容多樣性 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貼圖 可以啦 如果今天我要讓學生看一張圖片 我可以在這一週裡面 例如說這一週的主題叫做 光影變化的分析 那我就貼一張圖片上去 請學生看了這張圖片 看一個禮拜之後 下禮拜討論說 這個圖片到底他的優先在什麼地方 這個木頭上面很簡單 就可以貼一張圖上去 另外 我們可以在貼完圖之後 給學生做一個問卷調查 請問你覺得這張圖怎麼樣 你很簡單的打幾個勾之後 你就可以在上面設計一個問卷 學生以他的帳號圖錄之後 點點點點點點 他真的送出這個問卷 就可以到老師那邊 老師就可以做一個訪問 然後這個之後呢 學生 他總是要交作業 你不要說 學期中交一次 學期末交一次 當你跟學生 把這些課程都分享完了之後 你說好 這個禮拜我們要交作業了 學生一進來這裡 他點上去 他就可以選擇 他要哪一個答案 當作作業傳上去 然後這個作業一旦傳上去之後 他就會到老師那邊 老師必改完就可以在線上考慮 我自己 我把這些東西稱之為 這叫做非同步的互動 也就是說 我們在上課的課堂上面 教學之後 離開了教室 離開了課堂 學生他可以用這些方式 這方式 仍舊針對這個課程 有一些觀念 有一些討論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Moodle 你如果進去Moodle之後 他可以很簡單的做得到 這個是比 我剛剛這個部分 用 用平等的歐孫來做個翻譯 那另外在Moodle中文加入戰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沾養一下台灣最大的Moodle的戰 你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你就到Moodle 你就在關鍵字上面 打Moodle中文加入戰 就會進到這邊來 如果你有興趣 想要試試看 你可以在這邊申請帳號 你就可以在這邊搜尋 看到他所有的內容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 架一個你自己的平台 如果你今天 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在這邊發表 好 那這個呢 這個Moodle中文戰 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他就像一個很完整的網頁 這個網頁它的內容 其實非常非常多 在這個Moodle中文加入戰裡面 我給各位看一個那個 假設我今天用那個 不要把這個太複雜 我本來打算用我自己的帳號進去 然後給各位看 我曾經試過的一些課程 這就不要 我等一下再記到那邊 修給各位看 第三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濟南大學 我剛說 Moodle他為什麼這麼流行 其實以前最早當時給大學人 在使用 可是後來發現 他的年齡成果又往下降 現在很多國小也在用 其實用的最多人 還是大學 我們濟南大學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濟南大學他的諮詢課長 他所有的系所 他通通都會架著自己的Moodle 那這些Moodle 他事實上是可以 就是每個老師 他在上面 他上課的第一 第一次參課 他就會把他的SIVES放上去 然後他就會把他所有的東西 全部按照這個學期 20週 全部練上去 學生交作業 學生有什麼訊息 老師提課 老師幹嘛幹嘛 通通都在上面 好 那我們假設今天 我們很 很有心的想要來看一下 這個 我大概看過這個 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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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通事 有啊 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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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教一下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通事課程 我發現我進去看了之後 他有些東西他是不用站號的 然後把這個身份記錄 那我在這裡面 我找到了一個 叫做 嗯 假設我想要搜尋 叫做 可能搜尋 好 好 好 欸 我昨天還看到你被拿掉 我在找三國 結果這個三國 他上面就把三國的歷史 第一週三國的歷史原油 第二週三國影片介紹 第三週三國的討論 他上面看了一個討論區 欸我覺得如果說你用這樣子 來當多通事課什麼 我就覺得很棒 我昨天晚上看 那結果今天竟然長到 沒關係 這個只是拋磚領域 我今天的重點是拋磚領域 各位 你可以發現 不管是國小 國中高中 一直到大學 Model 它 用它多樣的內容去吸引大家 在學校架設這樣的網站 把你的教育學過程 透過電子化 這樣子的東西 各位 很難嗎 其實你可以考慮看看 並不會很難 如果你今天要駕站 怎麼駕呢 首先 各位 你有駕過站的 今天的幾個 很好 你沒有駕過站 那各位 英文基本上如果看得懂 有一個最好的 叫做 SNMPP 你到網站上面去抓 SNMPP 我已經抓下來 各位你可以到網路上面 你打關鍵字 然後你下載的是 它後面是點 ZIP的這個東西 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 可惜式的軟體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可惜式的發展平台 那你把它 下載點 ZIP之後 你把它解壓縮 你把它解壓縮 它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你把 這裡面有一個 XLMP 這個之下 整個摳到你的根目錄 例如說你這樣 摳到你的根目錄裡面 然後我現在把它抓到這個電腦的根目錄 你放在C槽或D槽的位置 然後我放在D槽 我放在D槽的根目錄 然後你只需要按一個按鍵 你的網站就這樣 因為call比較久 各位再等一下 我個人 比較喜歡使用可惜式軟體 像我的電腦上面 除了作業系統之外 其他東西都是可惜式軟體 也就是那個 以前 就是 那個時候 在推的類似像 Pi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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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Pistart 有 就是你把它包在一起 可是我比較習慣 就是去網路上面抓一個一個單組 去弄 會用的並不多 因為Pistart後來 包了一個很大的 而且G 好 好 現在各位 這個也是在D槽的根目錄裡面 到裡面去看 有一個叫做SET UP ZAM 你把它點兩下 它會去 它會去弄那個 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 槽 它會去Match你的 哪一個直列機代號 然後 再下來 第二件事情 只要這邊 ZAM START 然後它這樣 趕一下 它正開開 正開開 這個是德國寫的 我覺得它寫得蠻好的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家常都會用這個來架 正式戰狼 不是只是測試而已 好 那這個開了之後 我們先來測試看看 我的站是不是架起來 各位能站一下 這就是你的ZAM的站 然後呢 在這個裡面 它的所有的資料桿 都放在這裡 它叫做HTDOC這邊 你只要把 你要放的網頁 放到這個地方來 它就可以能得到 好 那我們要只要把Moodle放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在資料桿裡面 我們抓了一個叫做 這個 這個 第二個 剛剛有一個 那個 中文加油站 各位我建議 各位用這個 1.9就可以了 不用太新的 那1.9把它抓下來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 它變成一個Moodle 這個 然後它這個資料桿裡面 有一個Moodle 一樣 其實把整個Moodle 摳過來 摳到哪裡 摳到我們剛剛在 在Zamp裡面的HTDOC 摳完之後 你只需要在網頁上面 打127.0.0.1 然後Moodle InStore 然後就抓了 這個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再繼續講下去 這個時候 又會回到 資訊人士 但是 各位 你不用怕 在現在的網路世界 各位只需要 學會一種技能 叫做關鍵字 你會什麼東西 你不會什麼東西 沒關係 我說我如何去發文 你在網路上面 Google打關鍵字 你都可以找到 成千上萬的說明文件 我只是要拋出來領域 示範給各位看 如果你今天有興趣 你記得 今天講義裡面的幾個關鍵字 不懂 再多找一些文章 大概可以自己把這個東西架起來 好 這邊已經在 這個融幕錄裡面了之後 你就打 到這邊 來打 我看不要示範 因為示範下去 又會不會 好 那現在回到這邊 下載Moodle 到今天第一個 任務架好之後 下載Moodle 就這樣 我相信五分鐘之間 各位可以把這個Moodle架起來 但是 你要怎麼樣在裡面 增加你的課程 那你就是要再去網路上面搜尋人家的說明文件 自己去自學 其實你只要學會抓關鍵字去發問 應該就可以學得不錯 那接下來 然後呢 我們Toto架好 你要先加入課程 加入課程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自己做 怎麼做呢 你架好 我還是以平和國小網站為一 假設我現在架好了 我們既然架好了這個站之後 如果你是管理員 當然可以用管理員的身份登入 登入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亂玩 我現在也不跟各位講 你自己亂玩 你要架什麼東西進去 我相信你只要試了實施說物 你就會自己加了 但是 我們現在不希望各位 先嘗試自己做下載別人的課程法來用 什麼叫課程法來用 你知道Moodle中文 正體中文 Moodle中文加油站這邊 Moodle中文加油站 這裡你去下載課程包 但是請記得關鍵字 97課綱課程包 你把它下載之後 它是一個zip檔 你把它解壓縮 然後到Moodle這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做 背份 背份 什麼叫背份 背份 背份就是你把你的東西 你把你的東西 儲出來 當別人把課程包做好之後 他就用這個背份來做 然後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叫做 還原 這裡有一個 那個 對不起 這個我 那你沒有用不電 因為我今天本來 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再複習了 我就好像不要再複習了 因為我把所有東西都不會 都錯誤的去嘗試 總之呢 各位 你去下載 別人的課程包 然後 你去看看 用97課綱課程包 你去找他的說明文件 你就可以學到 怎麼樣把東西下載 然後還原到你的 步道系統裡面 然後最重要的 你加入課程之後 你要建立學生的帳戶 如果你今天 希望你跟學生有些互動 希望你要建帳戶 不要讓他支持訪客 如果你除退 只是要當作電子課本 你就用訪客 十分很多 可是建立學生的帳戶 很簡單 你可以一同一打 你也可以用Excel打 之後他自己會錄 怎麼做 請Google 自己搜尋 說明文件 不要再當作 這個 好 接下來 當你這些全部都做完之後 我們要想什麼 第一個 Woodle它是一個 集體力量去完成 一整個課程的架構 就像我們更新出現 哪個課程包 我相信你不是只有一個老師做 它是大家一起認良的一些部分 所以當各位 你把東西叫 你有興趣 你也一步一步到路頭上 會搜尋的一些說明文件 你嘗試的做完之後 你的腦袋裡面 他要再想你解釋 第一個 你這邊指定 不同的老師 練習 我們的課程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音樂老師 你需要四個音樂老師 你們在架設這幾個 英語的課程 你可以四個人來分配 例如說 你負責聽力的部分 你負責閱讀的部分 大家用同一個課程 但是一起去架設裡面的內容 接著 你還要分享你的課程 也就是說 你要把你做好的東西 例如說 你跟別的學校的英語老師熟 你可以說我今天做好了 你幫我用用看 或許你可以在禮拜上用完之後 給我一些回饋 你先把你做好的課程 先備份完之後 然後 給另外一個學校老師 一個基本檔 然後請他把這個基本檔還原 但是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我沒有示範 這裡為什麼我要把它寫出一個 叫做使用整支 因為 各位你在備份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習慣就是整個備份 可是你裡面的學生 只要全部一起備份 然後你備份給其他校的老師 就是完了 他一還原之後 全部都是別校的學生的資料 別校的學生的資料 這個除了造成論討之外 現在的課程法 非常有問題 各位學生的資料都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提醒各位 你在備份自己的資料 然後交給別的學校老師 讓他還原在他的系統裡面 分享使用之前 其實你要是 把你的使用者資料 拿到備份 就是把你使用者資料的勾勾 拿掉 是備份課程的內容 那提醒完這個之後 各位想想看 接下來還有什麼事 就是 架好了 做好了 跟別人分享了 接下來我們還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 我會了就問 我會了就問 那我剛才跟各位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你在網路上面的學習 就是關鍵字的學習 這些是我自己深深的覺得 打錯關鍵字 你會找錯方向 你會找錯資料 各位建議 如果你想要玩玩看 西平打 Moodle 中文 你把整個關鍵字打上去 你確定可以找到正確的東西 另外一個 97 柏西克剛特成包 這個我試過 很挫折 你打這幾個字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 找了很多東西 找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 當你找到之後 你會發現 糟糕 我要進去特長 因為他要下載特成包 必須用 我覺得特殊成分進去 這裡我跟各位寫好了 HCC520 這是他的密碼 就是說 新竹先我愛你 他的那個密碼就是這樣寫 給各位看 當你用Moodle進去的時候 例如說 給人我想這邊 好 我把他登出 各位可以發現 假設我其實要進入一個課程 你可以用反課成分進入 但是你反課成分進入 他有些東西 他允許反課成分進入 但是你必須要輸入課程的密碼 這個時候 他這裡就會寫說 請輸入課程密碼 你就在這邊打HCC520 這個是網路上搜尋 你比較不容易 馬上就搜尋到的東西 第三個 如果你真的想下載 先玩一下這個 你網路上面打XAMPP 而且 他這個一定有兩種 一個叫安裝檔 一個叫做可希式檔 請你下載.zip那個 解樣桌之後 他就是一個可希式的架站環境 你可以把它放在 在隨身碟裡面 你接到這麼一台機器 你只要執行這個程式 你只要執行這個東西 他就會 你只要執行這個 有一個叫做 save up XAMPP.BAT 他就會之後把你配對 你現在隨著點 插上去的 草是哪一個草 到時候他網路的 相對路徑要怎樣去找 按一下 他就可以完成 接著就在這邊 XAMPP.START 你的算就這樣 這是跟各位介紹 我認為很重要的三個 關鍵字 那這三個關鍵字 你打完之後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瀏覽你的資料 你可以對你自己的 摩托教探 在教育學上面的掌勁 都會有幫助 那最後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 我們在摩托的學習過程 像我的習慣都是自學 自學過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個辛苦 要怎樣撐下去 就是用你的熱情 我相信很多資訊 都會有目的其量的熱情 每天晚上要上網 上網三個關鍵 那是三個小時 裡面兩個小時 五十分鐘再勾入 那另外十分鐘再玩玩 這也是一種熱情 那我覺得我們在做任何的資訊融幕教學 他都必須要有一個程度的熱情 那請建議各位 幫你買衣服的熱情 幫你shopping的熱情 幫你吊車的熱情 某一些來網路上面 每天都用關鍵字去找一些文件 自己看看 其實要教育這個東西 聽到哪裡 那在最後呢 要謝謝各位的聆聽 那希望各位都在MODO的學習上面 然後把MODO拿來給你的學生 一起教學香腸使用的時候 足夠非常順利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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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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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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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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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